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番茄 蛋 芹菜 我們要沖綠色的部分 可以抓一把比較快 抓一把一起切 OK 然後全部放到鍋子裡面去 好 接下來番茄多碎 全部嗎 好 不錯 切好了 很厲害 耶 好 都好了 好 那接完這些菜之後呢 把肉放進去 把肉放到這個裡面 這一團嗎 對 好 放好了 放好了 對 真快 這個感覺好像準備要做那個 這個漢堡 只是指頭的感覺 有點像 嗯 好 繼續 再妳來幫我打蛋好了 好 只要蛋黃就好了嗎 蛋白 喔 蛋白這樣 蛋白 蛋白喔 愛沙 我覺得 希望妳不要把我蛋黃來的時候直接 好 好 直接貨嗎 對 包下去 再一個 好 妳趕快先 妳把蛋黃換就直接 好 妳把蛋白直接丟到那邊 還有一個 喔 直接這樣做就可以嗎 真的啊 我看愛沙 妳是做菜做糊塗了吧 早就應該想到了 對啊 好奇怪喔 我剛剛在幹嘛 我以為妳剛剛跟觀眾在示範如何打蛋 見過嗎 好 好 蛋均勻了喔 這冷湯倒下去 不要拌喔 不要拌 現在都不能動它 都不能動它 那要等它滾起來 那要等它滾起來 很乾耶 我想說什麼 我等一下就有點洗手 對 都走 好 我們現在大概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 老師現在是應該要已經可以了嗎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只要稍微蛋白有靈結起來 我們拿起來了 OK 所以說它現在變成就是說 蛋白不是完全靈結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稍微把它弄起來 什麼意思 但是今天 你有沒有發覺 因為蛋白不夠 所以它的雜質 沒有辦法 蛋白不夠 真的喔 對 所以沒有辦法把它全部包起來 喔 所以就有 所以你看 還是有渣渣沒有包起來 有一些渣渣 對 那這樣就好 我們想到一個另外一半 就會不好看 對 不好看 他們現在是不是失敗了 對 失敗了 失敗了 怎麼辦 那有什麼辦法給補救嗎 那 失敗耶 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 這個雖然失敗 但是我們在撈的時候 還是小心輕輕的 喔 所以通常沒有失敗的話 撈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白白的 就會有這個白白的 對 就很親近了 喔 所以失敗的時候 還是可以用這樣濾碗來補救 對 對對對 喔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倒高湯的時候 對 倒太快 怎麼倒 欸 其實你看大家 這樣燙就很漂亮耶 下面了 這個 有濾過了喔 好漂亮喔 黃金 好 好 我們現在應該 先稍微醬 來看看 濾過了以後 這個湯感覺有好多好多好多 對 好豐富的材料 是 不客氣 三個排桌 還不會太大 太大碗了一點 好 現在已經可以抓到汗醉了嗎 是 好 好 單純的房間吧 走吧 這隻 小小的色澤有如黃金的黃金湯 真的可以說是湯如其名 雖然過著有一點小瑕疵 不過還是忍不住要稱讚哉哉的用心 及毅力 而味道到底如何呢 我們馬上來嘗嘗吧 好 做好黃金湯了 開心嗎 你覺得 今天有一點失敗 有一點小失敗 對 但是現在看完整的這個作品 感覺還不錯啊 還不錯 老師 它像表面上浮那個 一顆一顆那種油 照理講是 是應該沒有 是應該沒有 真的喔 這個上面浮在上面的那個油嗎 所以說你看 我們已經這樣搶救了 可是它上面還是 沒有浮 いただきます 還滿好 其實味道很棒 好喝啊 我們剛剛下去的蔬菜的味道都有 嗯 那個肉的味道跟蔬菜的味道都有跑進去 這也失敗 很難耶 如果成功的話就剛好喝就對了 至少就是沒有滴 你覺得好喝嗎 我覺得很好喝 嗯 但是真的 好可惜 天對一個初學者這樣子就OK了 真的 不能要求太高 對 所以大家今天學習了這個 這個失敗的話呢 去八國餐廳 失敗 喝到失敗的湯的話 什麼分別也有學到了 對 因為我們是做到失敗的作品 對 大家有學到了一個啦 對 我們做到失敗也不打緊 但是重點是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什麼什麼樣才分辨說它是成功跟失敗的 對 像觀眾朋友也有學到 真的耶 他失敗的 為什麼會失敗 每天出去外面像我 我可能真的不曉得 我去外面可能喝到這個 你看我把玩笑 有嗎 真的抽了一下還是嗎 我可能就不知道說 這個油可能很多 在外面可能是不好的 可能是真的耶 看起來比較不高潔 對 嗯 所以呢失敗也是有好的喔 嗯 做第二次的時候應該會成功 應該會成功 因為今天做得這麼好 那今天就不要玩打分數的遊戲了好不好 對 今天不應該要了 你有發現我很在意分數嗎 對 很在意耶 為什麼 那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你多少多少 我們還是不要打 好 那我知道了 不要打 因為我們畢竟是以那個 能夠端得了排面的那個 廚師等級的分數來打 對對 那如果一般家裡的話 那我想應該就成功吧 可以做出這樣的湯 大家就一定很難 下班 對啊很厲害耶 什麼清湯之類的 對 可是又味道非常好吃 對啊 嗯 好我們今天算是 又成功又失敗 對 算失敗 下次會加油 下次會加油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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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達